与日本五十零在中国合产中高端商用汽车的兴零一一二二 上周五收市后公布其燃产的首批轻燃料电池车以交付客户 消息令兴零本周初股价回升至接近1.9元 两地股市走势本周好转 兴能源概念续热炒 在港上市燃发轻能源的龙头东岳189以升上21元再创历史新高 不过,市场忽略了兴零也在燃产轻能源汽车及其他智能汽车 令其股价仍处于低位 兴零的公告指出 集团与作为首批示范运营用户的多家物流公司签约 并向这些用户交付了由集团生产的首批轻燃料电池车 公告还清 集团将积极推动发展高品质及高速度的轻燃料电池汽车 持续优化产品性能 以扩张商用车市场占有率及为投资者带来更加回报 公告反映出管理层对前景颇为乐观 兴零是中国首批与外资合作成立的汽车企业 大股东是重庆市政府 第二大股东是日本50 早在1994年以每股2.07港元在香港上市 兴零当年来的业绩升升跌跌 去年遇上疫症又向下 每股盈利减至12分人民币 股价跌至两元楼下 而一向慷慨派息的兴零 股息也减至10分人民币 股价一度颇为疲弱 兴零主要产销中国版的各款50零商用车 近年更早到与日本同步面势 然而由于售价较中国国产车高 疫症期间更影响销情 令盈利下滑 手上有数十亿元正现金并无银行负债的 慷灵近年开始研发新科技汽车 包括电动车及智能汽车 其无人驾驶自动数街车已在街上试行运作 慷灵亦与全球领先的机械零部件 据企德国博世 Bosch合作 去年底双方合共出资8亿元人民币成立 合资公司研制氢能发电产品 博世早已开始研发氢燃料电池 而慷灵拥有先进的50零车身 结果8个月后便研产出中型M系列 轻能车及交付客户 中石化已在重庆一带配合 安装大量轻能充电器 以便推进轻能电池车普及 充电一次只需3分钟 时速达90公里 既省电也不会排废气 慷灵轻能车实际上市中得日企业合作新产品 性能优越 达到中国对氢燃料电池商用车2030年技术要求 各类轻中重型轻能车将陆续登场 在旁大中国电动车市场势必可占得重要一席 在旁大户里面中有个小型颜色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